昨天我们刚说过 中东不消停 胡塞武装玩了个大的 紧接着以色列就玩了个更大的 数千个巡护机同时爆炸 把里巴嫩珍珠党的人炸得很惨 连带着不少使用巡护机的贫民也获死获胜 据说已经有九个人被炸死 两千八百多人受伤 这已经是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了 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个事儿针对的目标极强 就是珍珠党 那么是谁干的呢 肯定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嘛 不是他也是他 你说别人根本就没人信 然后有意思的来了 美国第一时间出面 否认自己参与其中 并且说自己毫不知情 刚说完呢 就被人给曝光了一个信息 黎巴嫩贝鲁特有一家美国大学开的医院 里面的医生和护士啊 有美国人 8月28号 医院的巡护机被要求替换掉了 就这个事儿啊 被人给扒出来了 曝光在网上 所以说呀 要说美国人没参与 那这个我还是可以相信的 因为这种事儿 并不是说离了美国办不了 摩萨德完全有能力自己干 但是要说美国人完全不知道 那我是不相信的 台湾地区产的巡护机 台湾的公司 有这个胆子不跟美国主子汇报吗 我想他是不敢的 你接了这个活 即使说摩萨德没有告诉美国 那么美国人也肯定会知道 有人可能要问啊 你这么说 是不是就认定了 台湾公司在生产的时候 就埋了炸药呢 当然不是啊 我也不是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 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不过这个事儿啊 很容易就能分析出答案了 第一种可能 金阿波罗公司 按照摩萨德的要求 生产的时候就埋入了炸药 那美国人肯定是知道的 不过呢 这种可能性 咱不保证啊 应该是很低的 一家民品的公司 除非脑子坏掉了 不然他不会去淌这趟浑水的 第二种可能 摩萨德也同时订购了一批 同样的寻呼机啊 进行改装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大的 不过呢 这也瞒不住美国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寻呼机啊 上古神器啊 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需求量极小 好死不死的 订单量突然增加了一倍 不引人注意 那才奇怪的 寻呼机这玩意儿啊 一个它就是当寻呼机用 而另一个用途 就是改装遥控炸弹了 二十多年以前 就我们的国内 都有类似的万例 这玩意儿啊 混在民用的信号里 不好侦测 它改装难度也低 不要以为CIA 都是光辉造粪的饭桶们 珍珠党更换寻呼机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就差公开宣传了 然后呢 就是这种异常的订单量 美国人不知道 以色列要干什么 那傻子才相信的 然后吧 就是美国第一时间宣布 我没参与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啊 冤枉啊 典型的此地无印三百两吧 不过该说的你还要说呀 不说这话 那就表示默认了呗 那就更难看了 以色列干这种事啊 典型的就是杀敌一百 损儿子三千 那这个儿子肯定是美国嘛 现在网络上大家讨论的 都是呀 苹果手机会不会有危险呢 特斯拉会不会有危险呢 美国官员不止一次的污蔑啊 华为的设备有后门啊 甚至威胁说西方啊 你们进口的中国电动车 未来有可能会依据指令摊在路上 甚至变成一栋炸弹 这一下子就坐实了 真相一下子就出来了 人呢是很难想象自己认知之外的事物的 美国的官员之所以会有如此炸裂的言论 原来他们真的干过这种事啊 摩萨德要干这种恐怖主义的大事 我估计啊 美国人是想要阻止的 因为这回旋标你看 最终肯定会砸到美国头上 这是很明显就能得到的结论 但是呢 美国还是没能阻止以色列啊 他做的最大的努力 也就是把自家人员的巡护机给换掉了 这已经说明了 美国对于中东局势的掌控啊 已经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了 这才是巡护机爆炸能带给人们的 有点价值的启示 如果说相关的各方有足够的 信息分解能力的话啊 此时应该都在重新复盘 自己针对以色列和美以联盟的各项政策啊 看看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不过呢 我对此也不乐观啊 中东的那些人的智商啊 或许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未来的世界啊 注定它是要分成各个互不信任的阵营 以色列这一炸呀 有力的推进了这个过程 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注定要更多的寻求西方以外的供应地 也最少它要确保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吧 所以啊 中国的任务啊 还是很中低 对不起 演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